和他的資本布局為題 細數董卿的丈夫密春蕾的發家史 操弄資本手段的報復過程 密春蕾控制的南海控股 不僅在醫療大健康、銀行、地產、汽車、煤礦等 諸多領域均有布局 還是上海人壽的第一大股東 持股達20% 上海人壽誕生時 正式向俊波利監獲的股票 執掌保健會期間 向俊波於2017年落馬震驚上海金融圈 向俊波交代出大批金融保險大鱷 供出了鄧小平的前外甥女婿 安邦保險集團前董事長吳小暉 而吳小暉和肖建華都是曾慶紅家族的白手套 為江派家族在海外洗錢 去年4月19日孫立軍落馬 孫與董卿的傳聞隨後見諸海外媒體 大陸官媒開始深挖密春蕾的發家史 2021年9月30日孫立軍被雙開 中共公安部高層及官媒多次點名 孫立軍政治團夥 要求深挖徹查參與孫立軍政治團夥線索 孫立軍在位時掌控了大量中共機密情報 掌權迫害法輪功 凌駕於任何權力機構之上的610辦公室 並指揮610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、劉芳綜合報導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、劉芳綜合、劉芳綜合、劉芳綜合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、劉芳綜合、劉芳綜合、劉芳綜合